おやります、おあげます、おさしあげます 这三个动词 やります、あげます、さしあげます 都是表示物品的受受 表达给或者送的意思 基本的动词是あげます やります的给表示的有上对下的意思 さしあげます这个给呢 它是个禁语表示的下对上 而这个时候的给 虽然可以是别人给别人 不过绝大多数的状况主词 都会是说话者自己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个例句都是从わたしわ开始 わたしわおとうとにしゃつをやりました 我送了弟弟衬衫 称山、弟弟、送弟弟称山 弟弟是自己家人 我们不用特别有礼貌 所以用やります就好了 わたしわ恋人に花をあげました 我送了女朋友花 女朋友跟自己同辈的 所以用最一般的 あげます わたしわ先生にお土産をさしあげました 我送了老师礼物 或者我送了老师名产 老师是我们的长辈 所以动作就会用 さしあげます 比较有礼貌 然后就好